这感情生活缺乏激情 不够精彩 于是他发誓 要在这1723年的冬天 谈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 除夕那天晚上 酒足饭饱的皇上来到梅园闲逛 巧遇一名女子在院下作诗 于是心神一下子就倒样了 爱情这一笑是龙卷风啊 他说来就来 可惜的是 虽然皇帝翻牌技术一流 但是搭讪水平不佳 刚说了几句话 就把对方给吓跑了 巧的是这一幕 恰好被一位小公女于是看在眼里 到了第二天 等到太监平爱好寻人的时候 于是就壮了胆子 厚着脸子砸了出来 也不知咋回事 虽然皇帝找到了月下作诗的女子 可总觉得味道不大对 这场爱情不如想象出的美丽啊 于是他决定 一定要在这个1723年的冬天 再谈一场轰烈的恋爱 说来也巧 皇帝这天在御花园闲逛 突然听到了一阵月耳的消声 这人是奸 竟然还有这么悠扬动听的曲子 于是这心神一下子就荡漾了 爱情真像是龙卷风呀 他说来就来 一曲听完 皇帝走上前 忍不住戴尾说 你这个牛吹销的水平很高吧 所有宫中女子绑一起 也比不上你啊 甄嬛还没试过琴 不知眼前的就是皇帝 于是谦虚的说 惭愧惭愧 也就胡懒吹吹 你耳朵也很灵啊 竟然能够听懂这么复杂的曲子 为了能够继续交往 皇帝报了一个黄老三的假身份 俩人相约 下次再来御花园互相吹捧 果然到了第二天 甄嬛早早来到御花园 身体虽然在荡秋千 心里想的却是黄老三 这边的黄老三呢 自从有了上一次的恋爱经验 多少也懂了点情趣 趁甄嬛不注意 从背后偷袭 这个游戏玩起来 真是既浪漫又刺激 好啊刘主 机长在我背后使坏 王爷 我害怕 我不怕 王爷这款推就是 荡了一会儿后 俩人又开始互相吹捧 你可真能荡 不管推再高 不哭也不闹 不笑也不叫 你也真会推啊 力量虽然有点大 但我一点都不怕 有了这一次亲密接触 俩人就开始真正约会了 虽然甄嬛知道自己是皇帝的女人 不能和陌生男子随便往来 口口声声说避嫌 但身体总是很诚实 每天都来御花园蹲点 这一天他没等来黄老三 却等来了争风吃醋的余答应 这余答应对甄� 有多难听有多难听 没想到每一句话 都全让玩猪蜜藏的皇帝听了去 皇帝想在新楚面前耍威风 说要刺他一丈红 让他以后滚到远远的 去最冷的冷宫聊此才生 余答应吓得浑身发抖 会以求甄嬛帮自己说点好听的 说看在大家同睡一个男人的份上 求求咱家男人饶了我吧 甄嬛根据眼下形势 也想趁机塑造 温柔善良 心胸快大的良好形象 于是帮着说了几句好话 皇上说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于是把余答应 贬为了官女子 让甄嬛生作了贵人 太监一听非常着急 说皇上啊 他都没事情的 这种破格提拔 非常不合规矩啊 皇帝张嘴就骂 一个欠抽的东西 再多嘴就把你淹了 太监一听 吓得点头哈腰 赶紧紧闭小嘴 紧绷双腿 威风也耍够了 皇帝也收获了爱情 可是甄嬛受到的恩宠 瞬间打发了整个后宫的醋坛子 好戏才刚刚开始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期接着聊